2024年,央视春晚彩排的现场充满了无限的惊喜和活力,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。 其中,备受期待的0713在就业男团首次登台,以其活力肆意和魅力十足征服了观众的心。 这支由陈楚生、陆虎、苏醒、王立新、王正亮和张元组成的六人团队在舞台上展现了积极向上的态度,他们的热情和专业素养让人印象深刻。 彩排现场,0713在就业男团的精彩表现不仅得到了观众的赞誉,更受到了媒体的一致好评成为整个春晚的焦点。 这个新生代艺人团队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出色的演出,成功吸引了观众的关注,预示着他们在娱乐圈中将有着更为辉煌的未来。 与此同时,央视春晚的明星阵容也更加豪华,不仅有魏晨身穿灰棕色夹克的亮相,还有张杰在0713在就业男团之外首次登台,带着棒球帽头进入央视老楼,引发了极大的期待。 这些明星的加盟使整个春晚的氛围更加热烈,观众们迫不及待的期待着在新年的到来之际,欣赏到这场视听盛宴中更多的精彩表演。 随着彩排的进行,越来越多的巨星将加盟春晚演出,为观众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节目。 这无疑将使央视春晚成为一场极具众多明星,呈现多元化演出的盛大晚会。 观众们有幸欣赏到更多精彩的表演,与家人共同见证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。 央视春晚一直以来都承载着艺术的力量和生活的美好,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晚会之一。 这场盛大的演出,不仅是为了呈现艺术之美,更是让观众感受生活的美好,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。 在2024年央视春晚的彩排中,观众们仿佛沉浸在一场难以忘怀的视听盛宴中,体验着艺术和生活的完美融合。 央视春晚不仅仅是一场演出,更是一种家庭团聚的象征,是对家人思念和新年期盼的季节地。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,人们带着对过去一年的回顾和对未来的期待聚在一起,分享着快乐和温馨。 央视春晚以其独特的方式连接着千家万户,成为一个家庭欢聚的纽带。 或许正是因为央视春晚承载了这样的情感,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演出中找到共鸣。 在这个时刻,人们忘却了疲惫,忘却了一切困扰,只留下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 央视春晚通过艺术的表达传递出一种正能量,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希望和喜悦。 2024年,央视春晚的彩排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盛宴。 不同于以往,这一次的演出更加注重新生代艺人的涌现,展现了时代的活力和创新。 无论是0713在就业男团的初次亮相,还是明星大咖的精彩表演,都为整个演出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央视春晚,正如其主题所呈现的那样,是艺术的力量和生活的美好的完美结合。 在这个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,让我们一起期待着这个全国欢庆的时刻吧,感受那份独特的温暖和喜悦。 春晚彩排正在有序进行中,根据最新消息显示,杨幂,0713在就业男团,魏大勋,白敬廷,曾顺熙,刘宇宁,张杰,周深等艺人都出现在彩排现场。 其中,刘宇宁的争议不小,从出道至今,这是她首次参加央视春晚的彩排。 当天,刘宇宁戴着黑色口罩,穿着驼色大衣现身,打扮得十分低调。 值得注意的是,早在2018年,刘宇宁参加节目,被问到梦想是什么? 她说是上春晚,如今看来,她的梦想一步步实现了。 对于刘宇宁上春晚,评论区意见不一,粉丝们自然是一片夸赞,为刘宇宁感到开心和骄傲, 但也有部分网友质疑,认为刘宇宁得不配位,资源大于实力,表示除了刘宇宁,其他人都可以。 实际上,自从《一念观山》播出后,刘宇宁算是走上了黑红路线, 她的流量热度明显上升,质疑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 在《一念观山》播出期间,不少观众吐槽刘宇宁颜值低,不适合演古偶。 即便如此,该剧播出后,刘宇宁涨粉明显,她还获得了12月的《逃场男神》的称号。 不仅如此,前几天的《微博之夜》,刘宇宁获得了年度热度演员的称号, 这无疑是对她流量和人气的肯定。 说起《微博之夜》,刘宇宁去年也参加过, 当时她在那场的座位较远,随着《一念观山》的播出, 她的咖位上升飞快,今年座位坐在了第三排, 位置提前了些,位于人气小花于书星旁边。 而且,之前刘宇宁总是在演男配, 从《长歌行》到《安乐传》,她都是男二。 有了《一念观山》,男主宁远州的加持, 刘宇宁迅迅速飞升,后面几部带播剧都是男主。 她正在拍的《朱连玉木》和《做流量小花》赵露丝不愁眉热度。 显而易见,刘宇宁她未提升, 而娱乐圈又是个势力的名利场, 刘宇宁火了后过生日, 《朱连玉木》剧组为她庆生,排面十足。 而且,刘宇宁粉丝用无人机应援, 烟花秀和无人机表演排面拉满, 这待遇不输顶流。 众所周知, 如今的《春晚流量明星》越来越多, 刘宇宁的流量较大, 加上她的唱功不错, 参加《春晚彩排》算是无可厚非,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娱乐圈的人情世故和现实主义。 黄博曾在采访时这样说, 当你成功了,身边全是好人, 以前在剧组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, 什么小心机啊,之类的。 现在,身边全是笑脸, 一口一个黄老师。 言外之意, 是在说明娱乐圈的现实和残酷, 红了之后, 身边都是好人, 听到的声音都是赞美, 而不红, 只能被人欺负, 看人脸色。 实际上, 黄博的这番话, 在刘宇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如今, 刘宇宁是当红明星, 即使部分网友对其实力存有质疑, 可种种现象表明, 人家确实有流量。 当他遭到质疑时, 很多业内人士纷纷出来为他说话, 比如于正, 他力挺刘宇宁, 称, 这是大火前在历劫。 王兆达导演谈到刘宇宁, 不吝赞美之词, 他说刘宇宁很努力, 发展前例大, 离过婚也不藏着掖着, 坦荡又真诚, 原生台词出演, 表演完成度高。 刘宇宁火起来后, 身边人讲的都是好话, 可当他还是小透明时期, 无人问津, 情况和黄渤采访里说的那段话又对应上了。 众所周知, 刘宇宁不是科班出身, 出道后不是立马就能演主角, 在他名气没那么高的时候, 参加了先厨一百的综艺。 陈述老公赵应应直言, 北方菜选择性太少, 只有酸菜炖豆角, 不如南方菜花样多。 一旁的东北人刘宇宁听到这话, 瞬间坐不住了, 立马回怼不是这样的。 后来, 赵应应多次拆台刘宇宁, 她用手指着刘宇宁的方向, 对选手说道, 需要流量, 请去那边, 想专业上求突破来这里, 暗讽刘宇宁不专业。 听到这话, 刘宇宁一脸惊讶, 脏话都到嘴边了, 还是强行咽了下去, 选择忍气吞声。 节目播出后, 很多人为刘宇宁抱不平, 认为赵应应太目中无人, 看得让人生气, 现在刘宇宁火了, 她估计就不敢这样说她了。 众所周知, 刘宇宁是网红出身, 之后转型成明星, 她早期接受采访, 坦言在这个圈子会被歧视, 别人不光歧视她, 还歧视她的粉丝, 这让她的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在她看来, 追星是平等的, 为什么要去歧视她的粉丝, 所以她每次参加活动, 心里想的是不能给粉丝丢人。